这是一个网友寄过来的一个逆变器 品牌是明尾 明尾的开关店员 大家还是应该经常听到说 但是明尾的逆变器 建的比较少 我也是第一次建 我们今天来修一下 看是什么问题 盖子拆开之后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布局 这里是电瓶的电压输入 低压输入 这边是交流输出 这个是生下的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 这边是生压的管子 这四个是H桥立变的管子 我们可以来大概测量一下 首先测一下输入 输入这里是没有短路 测一下保选 保选没积穿的话 一般的这个管子是没有炸的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输出的这两个线 这个是有组织的 那就说明这个H桥这里有积穿 等它这种逆变器做的比较好 它有光偶隔离驱动 一般的把管子换掉 把这个隔离驱动这块电路 修一下的话 应该是能解决 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的把它 这个电路板拆出来 好像这个板子已经拆出来了 看了一下是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然后这里有个位置 好像有点烧糊了 这个是前级生压这里 刚才说前级生压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里已经烧了 看到没有 有可能就是后级短路之后 还在强行开机 前面也烧了 那么还是要修前级 我们先把这个管子都拆下来 这个不拆不知道 一拆吓一跳 大家看这个管子 四个全部烧了 刚才测这里没有短路 可能就是这个管子 已经全部烧开路了 有短路烧开路了 所以说没测出来 那么反而这边说是有坏的问题 这个管子看起来还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先把这些管子都拆下来 一个个检测一下 这个管子都拆下来了 八支管子 只有两支是好的了 就是IQ桥的两个管子是好的 这其他的管子全部坏了 坏了这个利过管子 现在我上了电 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前级的驱动 有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 来把它这个驱动电路检查一下 这个驱动 这个是有的 这个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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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波形都很正常 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有驱动电阻烧了点 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之后 前机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看后机 好 现在这个电阻换好了 管子我也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开一下机 看前面伸压这么正常 开机 好 伸压正常了 300多伏 那么这个机子呢 就前机应该正常了 现在我们来修后机 刚刚检查了一下 这周围这些电阻二级管呢 没有发现有明显损坏的 现在我们就上个电 来测一下它这个后级的驱动 我们看一下 这个都正常了 这个四路都是调制波 它这是一个双级性调制的 那么应该这个电路就整个没什么问题 那么就直接装这个管子 来试一下开 后级的这个管子也装上去了 这个电路一天测的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接上四波器 这个四波器没电了 我现在用我这个台式四波器 我们充电 先看这个指示灯 好 启动了之后变这个绿灯 应该正常了 我们看这个四波器 也是非常漂亮的正旋波 那么这个机子就修好了 我们测一下它这个实际的输出电压 230伏 一缺OK 那么这个利便器就修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